好 刚才在第二段呢 他用那个全部刀装突出了句目的主语 大陆架的缓坡 他说这也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 那么第三段就着重谈这个大陆架的缓坡这个事儿了 第二段引出了吗 好 咱们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他说 This continental slope usually starts at a place somewhere near the 100-feather mark an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hundred miles reaches the true ocean floor at 2500 to 3500 fathoms 他下面就描述 这个大陆架的这个缓坡啊 就是第二段那个大陆架的坡嘛 通常呢 是开始于这么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Somewhere near the 100-feather mark 这是后置的雨来修饰前面那个place呢 什么地方呢 大概是这么一个地方 大概在100英寻的海洋深度之处 我们说了1英寻是1.8米左右 大概是将近200米了 对吧 这个mark呢 叫做测标 这是海洋的一个术语 什么叫测标呢 就是在近海之处 往往你发现在海平面 会飘着一个红白相间的大球 下面有个铁链的坠在海底 告诉你此处海洋深度 就是100寻 200寻 叫测标 这避免呢 这个吃水很深的轮船到这会触礁 告诉你哦 这个水深是多少 飘在水面上 这么一个测标 叫做mark 就大概开始于呢 100英寻的水深之处 对吧 从这就开始了 这坡头就开始了 and引出并的句 并且in the course of a few hundred miles 这是借此当于当壮语来用 沿着一条 这个库尔比尔路线 沿着一条几百英里的路线 就到达了 这整个in the course of a few hundred miles 这计算是庄壮于修饰riches 怎么到达呢 沿着一个几百英里的路线 到达了真正的海底 真正的海底 海底有多深呢 这后面的后置顶修饰海底 真正的海底大概是 两千五到三千五百英寻的 真正的海底之处 你描述了大陆家的这个 这个漫坡是怎么一块石 好 这个句子里面没有什么 特别难的词 咱们看看最后一句话 他接着描述这个坡 The slope averages about one in thirty but contains steep probably vertical cliffs and gentle sediment covered terraces and near its lower reaches there is a long tailing off which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result of material transported out to deep water after being eroded from the continental masses 这里面出现一些术语了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还是两个并列句 中间还是and的连接 这个连次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中呢 又有两个小句子并列 但是中间有but and连接两个大的并列句 然后第一个小并列句中 又有but连接两个小并列句 第一句话说 这个坡平坡坡度 大概是三十分之一左右 one in thirty 就三十分之一了 但是呢 里面包括了一些陡峭 甚至可能是垂直的一些峭壁 就是这个三十分之一的坡度 是很平缓的 但中间有一些陡坡 并且还有什么呢 这个非常平缓的 被沉淀物覆盖的一些 阶梯状的地形 Paris 咱们生死中还见过的图 就跟梯田一样 一层一层像楼梯这个地形地貌 被沉淀所覆盖的 这个阶梯状的地貌 好 and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Near is lower reaches 在它的比较低洼的地带 这is表示大陆架 那个缓坡得了 Lower reaches 低洼地带 这个reaches 可以表示某个地区 某个地带 在低洼地带 怎么样呢 There is a long tiling of 这有一个长长的 这叫尾沙 末尾的尾 沙土那个沙 就尾沙 这是一个术语 这个术语呢 可能老外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出现术语 后面一般会有同位语 或定语从这来解释 本文中也不例外 它后面解释 什么是尾沙呢 which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result of material 那么我们几乎肯定啊 是这个物质的结果 这尾沙 什么物质呢 Transported开始 一直到剧末 是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置顿语 修饰这个物质 什么物质 被运输到了 向外 一直冲到了 深水区的物质 out还是向大海的方向 被运到了那个地方 就是被水冲到那个地方 事实上后面呢 after being eroded from the continental masses 这是迁套在后置顿语 内部的一个 借此短语 当时间状语 就是在从大陆架板块上 被腐蚀掉之后 那些碎渣子 又冲到了深水区的物质 形成的这个东西叫尾沙 continental masses 叫大陆板块 这是个术语 好 我们看整个这个句子 大概不得看明白了 我们再通常翻译一下 这个坡的平均坡度 大概是三十分之一左右 但里面也包括一些 陡峭的甚至垂直的峭壁 并且还包括一些 由沉淀物覆盖的 一些阶梯状的地形地貌 并且在这个缓坡 比较低洼的地带 那么有一个物质叫尾沙 而尾沙呢 几乎很肯定 是从大陆板块 被腐蚀掉那些碎的 一些渣子 然后被冲到的深水区的物质 而形成的东西 就是tilling all 就围杀 这个里面有些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average 注意在这是动词 表示平均直为 直接看到细动词就好了 直接用数量词做表语 平均直为 你看我再看一个例子 The airport averages about a thousand flights a month 这个机场每平均呢 每个月大概有一千次航班 这平均average 当然忘记淡季有起伏了 平均直为average 注意是动词 直指这个是系动词 直接用这个数量词做表语就好了 本文中的one in thirty 三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有两种表达 第一个用one in thirty就好了 第二个呢 是分子用这个基数词 分母用叙数词 用a thirties 或者one thirties就好了 三十分之一 用a用one表示分子 或者分母用叙数词地形 三十分之二呢 two thirtieths 这个th后面要再讲s 就分母用复数了 分子如果是一个 分母用单数 分母分子大于 大于等于二 那么分母用复数就好了 这两个都可以 三十分之二用前面那个 two in thirty就好了 是这么一个 但是也包括一些陡峭的 甚至垂直的峭壁 vertical叫垂直的 有的时候在几何学里用perpendicular 比较正式的词也是垂直的 跟底边是垂直的 我们大声度下 vertical perpendicular perpendicular 这是垂直的 那水平的呢 就是这个地平线horizon 后面加tl 大声度下 horizontal horizontal 水平的 还有一个叫曲的拐弯的 曲折的 弯弯严严的 我们大声度一下 securities securities 再度第二个 tortuous tortuous 一听就弯弯曲曲的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prospects 前程 前景 未来 一般用复述 咱们以前讲过 spec不是看吗 向前看不是前程吗 就好了 但是里面还要包括什么呢 and gentle 平缓的 sediment covered terraces sediment是沉淀物 covered 被沉淀物覆盖的 这复合形词 来修饰那个阶梯状地貌 terrace 这个是我们以前在 第二课就讲过的知识 就是名词加上分词 可以代替定义丛句 名词加上分词 可能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 就看主动被动 构成形容词 对方来可以代替定义丛句 你要不然你写的话 你搞不好自己 把它写成定义丛句 and gentle terraces which are covered by sediment 太啰嗦了 用不着了 sediment covered terraces 因为这个是被沉淀物覆盖的 所以sediment 加莲子符之后 和我们家过去分词就好了 咱们回顾回顾 咱们几个在第二课 讲过的知识 比如说吃昆虫的动物 动物是animals 吃昆虫的主动 它吃昆虫不是被昆虫吃 所以叫 insect eating animals 还有我们在第二十八课 刚刚讲过不久的 费时的 费时的一些建议 耗费时间的 耗费时间不是费时间消耗 所以是time 消耗consume time consuming advice 费时的一些建议 还有新概念第三课 第二十八课 手工制造的餐具 手工制造的是被手工来制造的 所以handmade加过句分词 see what were 就好了 再复习几个 咱们说过的 国有企业被国家拥有 叫state owned enterprises 联组变成state owned state owned 变成state owned enterprises 无优企业 卖花姑娘 这个是卖花 不是被花卖了 卖花是主动 flower selling girls 对吧 手法公民 手法是主动 不是被发手 law abiding citizens 吃人的社会 不是被人吃 它吃人是主动 man eating societies 可以这么说 画时代的作品 就制造了一个创造的一个新时代 它是创造时代 不是被时代创造 所以主动 叫做epoch making masterpieces masterpieces是大师作品 epoch making 或者epoch epoch 两个翻译多情 是时代 画时代作品 城里生长的孩子 在城里被养大的 并不是他去养城市 所以是town bred children 城里长大的孩子 这是可以代替比较复杂的定义重剧 这个结构是第二颗制度复习 可以把它看一看就好了 好的 回头去诺 and near is lower reaches 这个ip 当然指的那个大陆架的坡 在它第一挖的地带 这个reaches注意 表示某个区域 某个地带 这个意思 你像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outer reaches of the forest 森林的外部地带 森林比较靠外的地区 某个地区 某个区域 某个地带 注意习惯用复述 reaches 还有我们常见的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河流的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 reaches就是地区 或者地带 有的时候 也可以做派生意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 比较上游的地带 就是政府的高层 就行了 总之reaches本意 表示地区 地带意思 好的 回头去诺 there is a long tilling off 有一个长长的叫尾沙 tilling off 我们说了数语后面加定义总句 这几乎肯定是从大陆板块上被腐蚀下来之后 又被海水运输到了深水区的物质而形成的结果 这是非常 这个文章是一个标准的科技英语 句式比较复杂 用词非常的正式 而且出现了大量的数语 我们讲过数语不关系没关系 剧中一般会有同位语或定义数据来解释 这种文章在高层次的英语考试 尤其是出口考试和考研四六级中出现的比例特别高 咱们回家以后一定要仔细复习 把老师讲那些重点的知识点 把它搞懂 把一些固定的搭配句型 把它背下来 好 第30课 海底勘探 这棵书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Thank you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